1915年,朱元璋直系后裔最后一代延恩侯朱玉勋,穿着清朝官服的照片,展现了他潦倒的生活。 尽管他声称是明太祖第十三子贱王,朱贵的后裔,但因懒惰和无能,不愿努力经营家业,导致家道中落。 清朝灭亡后,他被民国内政部取消了爵位,考虑到,他毕竟是明朝的后代。 民国当局为他安排了一个小官职位,明领保管委员,每月获得五十大洋的薪酬。 然而,朱玉勋居然与一群盗墓贼勾结在一起,盗掘了雀山飞的坟墓。 最终,他的这一行为被人揭发了出来。 在1933年10月,有关部门下令撤销了他的职务。